现在理解肖佳琪为什么急得跳脚 这个太阳饼呢可是鼎鼎有名 台中32年历史 赶良过的松软口味呢 这连电影女神谢金燕都非常喜欢 另外这个屏东的超浓乳酪蛋糕 每逢假日大排长龙 网购呢最常要等上半年 这个肖佳琪呢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买来要送给她的同人吃 没想到这样就不翼而飞了 也难怪她耿耿于怀 就是这浓到化不开的乳酪蛋糕 还有松软香甜的台中招牌太阳饼 两项超抢手的排队美食 被行政院拿来当送人的伴手礼 没想到被闯入的学生快全吃光了 这一层是皮 比较酥松软那种感觉 然后这一层是那个馅料 所以说它馅料是很饱满的 先看这32年的老店太阳饼 剥开松软的饼皮 内馅都快满了出来了 吃在嘴里瞬间融化 只留下满口的香甜味 特别的是这改喃过的松软口感 不同于传统太阳饼的扎实内馅 吃起来滋味大不同 连电影女神谢金燕 主厨阿基斯 还有天心 宰宰 全都成了老主骨 另一头香浓乳酪蛋糕 上头铺满酸甜的酒酿樱桃 让女生一看都忍不住想尝上一口 什么身材的问题全都抛在一旁了 很难定 每天都拍好多人 其实不一样 非常的香滑 心意 看看这每逢假日的排队人潮 把整家店团团包围 就算里面的糕点师傅 拼命的烤蛋糕加馅料 还是供不应求 就连网购都得等上半年 后挪这样 定上完后挪这样 就有民众一次把原味 香橙 浓味 香草 蔓越莓 巧克力 所有的口味一次买齐 要不然下次可就买不到了 只想吃得排队的乳酪蛋糕 还有招牌的台中太阳饼 被肖佳琪分别从台中屏东 买进的行政院想送人 结果被抗议的学生偷吃 意外引起瞩目 记者韩志欣 张春华 朱显明 台中屏东采访报道